就是我们来真的来讲一个在开口上一个简单的房价预测的一个问题 然后怎么样来用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些简单知识来做这个竞赛 首先我们定义一些函数 我们就不讲这个函数了 就是下载一个就是在某个地方下载一个这样子的函数 然后把它放在本地并返回文件名 我们就不讲这个是怎么算的了 接下来是说我们开口开口的话 我不知道国内能不能访问 就是大家可以说一下 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这是个很小的数据集 我们就放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把它注册成开口house trend开口house test 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 然后就是说从download这个函数给定这个文件名就可以下载了 就实际上真正就真正大家做开口竞赛的时候 还得去它的官网上下数据 再大一点数据就放在官网上了 下载之后它会返回本地的文件名 然后我们就用pandas我们之前记得吧 读入叫read的一个csv文件 就得到一个train和一个testdata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来打印一下我们的就train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有1460个样本 然后我的维度是81 因为它有个标号嘛 然后我的test呢就是没有标号了就是少一个维度 但是样本数也差不多也是1500左右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长什么样子 就是train data就是我们把前面的四行 然后前面四列和最后三列打印出来 看一下是第一列第一列是ID 就是开口上一般来说第一列是ID 或者总有一列是ID ID是一个不能参加训练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每个样本有个ID 如果你去你和ID的话 就是就记住了整个样本嘛 所以有一般ID是用来提交 提交结果用的 那当然是说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点那个link去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zoom是什么 就是房子在哪个地方 就是lot就是说你的房子前面有多大 然后你的类型啊 你的condition啊 就是说最后的话就是一个sell price 就是你那个房子卖了多少钱 所以就这个整个这个意思是说 我要根据我这些特征 里面有文本啊 有文本有数字来预测最后我的卖了多少钱 就卖的这个钱是我要预测的 然后因为它的第一个特征是ID嘛 所以我们要把它删掉 就是我们把train data 然后把第一列干掉 把test data第一列拿掉 然后把它合并起来 放成一个成在一个all features里面 然后用pandas的concat来实现这个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是说 我们有讲过啊 我们原理那个数值有大有小 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情是说 让每一列如果是数值的话 均值为零 方车为一 首先我们通过就是说 你这个所有的feature的data type 如果不是一个object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数值 我们就这么假设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哪一些特征是一些数值的特征 哪一些是文本 文本我们等会处理 那么对数值特征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个apply一个这样操作 把它这一列 减去它的均值 除以它的方差 所以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训练和测试器放在一起 去算均值算方差 因为我们做比赛比赛 反正你有已经有测试器了 你就这么做 实际情况你不一定能够这么做 实际情况可能你得先在训练计算算均值 然后把它用到测试器上去 所以这一行就是说 我们把每一个数值特征 均值变成零 方差变成一 然后最后一个干嘛呢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我把最后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说把你的lot number改成零 因为我的实际数据里面有很多 没有missing的data 就是你没有可能采样 没有采样的data 我把它全部变成零 这意思是 因为你的均值已经是零了 所以我把它变成零 就是变成均值的样子 OK 那么另外一个处理这种 那种字符串怎么做呢 字符串的话就是要one hot in calling 就是就是你假设我 这一列里面有五个不同的值 五个不同值 那我就创建五个feature 如果你这个当前只是 跟这个第二个feature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一 别的是零 所以在pandas里面有个这个函数叫get a dummies 来帮你转成这个函数 然后dummies not a number意思是说 假设你这个是missing data 是na的话 那就unknode的话 那么就是 我可以把你也加上一个特别类 叫做没有这个特征 所以可以看到是说 做完之后你的feature会比较大 就是说最后有300个特征出来 之前我们大概是80个吧 去掉id之后应该是79个 所以里面那一些离散值的话 我们把它做成1号的incolent 最后能拿到331尾特征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Torch的一个tensor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之前在pandas那一张有讲过的 就是说我们把ntrain选出来 values选出来 它是一个nonpy的一个结构 唯一的不一样的是说我的datatype 它默认的python应该是默认nonpy是float64 所以我们变成float32 好接下来是说我们要做训练了 我们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 Loss我们还是用mlc 然后我们的infeature说就是331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 就是一个单层的线性回归 这是我们get net 然后呢我们就是说 我们之前我们知道我们去怎么做 我们的误差就是真实值减去预测值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 是为什么对房价来讲 房价的值有可能卖100万一个房 有可能卖10万一个房 如果你是直接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100万的房的预差 误差可能就权重更大一点 那么小房子的误差可能就显得小一点 一般来解决这个方法是说 我们估计一个相对误差 就我们关心的是说 我们的真实值减去预测值除以真实值 那就相对误差是误差10%还是100% 还是5% 所以要怎么做这个呢 我就取个log 就一般来说我就是对于 因为你有除法在里面 我就取个log就行了 所以一般是logrmse 就这个是我们对于这种比较大的值正的值做回归的时候 我们通常用log这个函数 你可以看到这个意思是说 对于一个network它的输出 首先我们把如果是一个infinity的话 我们就变成1 因为log的infinity会出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 把它的 把它的预测的做log 然后label也做个log 然后再丢到rmse里面 然后再开根号就行了 所以就是等于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预测值和我们的label都做个log 然后再按照正常的做信心回归 这是这个函数感的事情 所以训练函数跟我们之前其实是没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就不太讲了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是 我们可能唯一区别是我们用了一个addon这个函数 我们之前一字凶的sgd 我们还没有解释addon addon你可认为是一个比较平滑的sgd 他的唯一的好吃是说 他对学习率没那么敏感 就是说sgd就是说学习率可能没跳好就出问题 addon来讲他的学习率可能他的适用范围会宽一点 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weight decay 就是说我们昨天有讲weight decay的做法 所以别的东西都差不多 别的都是一个标准的模块 我就不仔细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我们实现的一个k折交叉验证 我们上个星期有讲过 就是说假设k给定k给定第几折训练数据在里面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也比较简单的 就k肯定大于1的首先 他每一折的大小呢 就是你的样本数除以k 然后呢每一次呢 就是每一次我就是说我来把它切成k下嘛 他就说我的index就是等于是我的折的大小乘于当前的那个j 然后j加1就是为折的大小 就如果你是100个样本的话做5折的话每一折就是25吧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我把对应的那一个部分取出来 如果j是等于i的话意味着说i就是当前第几折 那么就把这一折做成validation data set 就是做成一个验证机 那就是我把它做成一个验证机 不然的话它应该是作为测试机 而且测试机就是k减1个的 把它并起来 就如果它是train是none的话呢 就是它还没有第一次看到就把它存起来 不然的话就是我把当前存的xtrain和那个part给你compare了起来 就最后我能返回一个训练机和一个验证机 就说我给定我的x和y 我给定个k折的k和当前d几折 我返回它对应的训练机和对应的测试验证机 这是这个函数干的事情 好那么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这个函数就是做k折交叉验证了 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说白了就是说我们要做k次 假定给k的话做k次 每一次呢就是拿到第i折 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里面就包含了训练机和验证机对吧 然后我们在初始化一个network 然后就去train嘛 就是把这个东西丢进去 就里面包含了训练机验证机丢去train train之后会老到一个train的loss 一个validation的loss 然后呢就是我们把它求和嘛 当然这一些一些pro的函数我就不讲了 最后的最后就是说 把每一折它的train的loss求和 然后做平均 把validation的loss求和 求的和然后做平均 那就是k折的做法 所以这意思是说啊 给定我的各种超超超参数啊 就是aproclin rate这些东西 那么呢我就做一次k次加图验证 返回我的平均的啊损失和平均的 验证机的损失 就这个函数干的事情 那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假设我做一次会怎么样 做一次因为我们可以画嘛 画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第一折应该是第一折它的画的曲线 然后这个是exo还是我的epoch y就是我的loss 可以看到是我的train和validation还是重合的比较好的对吧 就是我没有太多overfitting 但是我我只能看到我没有overfitting 但是我不能知道是说我到底好还是坏 然后可以看到是每一折你的train的log 你的rmse啊 然后validation的log的rmse是长什么样子 最后你的平均的loss就是这个是我们care的东西 训练不是我们care的 我们care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挑一个超参数在这个地方啊 k等于5 number of bug 100 lr等于5比较大 wtdk等于0 batch size64 模型大小我们就应该是线啊线性模型 我们就不用调别的东西 所以的话就是说这里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给定一个超参数 然后放到k证里面训练一下 然后看一下最后看一下我的平均的验证的rmse 然后呢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说同学们要干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换 不断的调这些参数和调我们这些network network我们还没说啊 network是我们希望一个最简单线性网络 你可以换换别的mlp啊什么东西 不断去调它 最后看你最后的验证级的平均rmse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调比如说调个十下二十下 然后把那个最好的啊超参数给留下来 这就是调参 最后呢最后就提交你的结果了 假设你的参数已经调好了 那我们再在完整的训练级上训练一次 就是说还是把network拿到 然后把这些假设这个里面就是啊 你调好的那些超参数了 最后在完整的训练级上再训练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比较小嘛 就是你训练是没问题 然后可以 当然也可以换一下那个 因为没有验证级了这时候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训练是不是正常 最后的最后就是说 你要做预测 有个测试机 测试机是没有标注的 你把测试机拿进去 然后再创建一个panda 把它存成一个submission.csv文件 然后存的这个文件 最后是你用这个文件去提交 你可以去开口上提交 然后看到你的分数 就是说看到你的排名 这个是整个这个Notebook看的事情 谢谢大家